我给你讲一个乌鸦喝水的故事 不听的乌鸦喝水的故事 一点儿不列起 他不列起了 因为乌鸦他跟你说话 飞着飞着一边飞一边找水 哎呀 卡死我了 停的感觉 哎呀 老三人家来往这儿去 4月13号 孟贺堂周九良西安专场圆满结束 特别是剃了光头的周九良一出场 就引发了全场观众的欢呼声 看到周九良光头的造型 孟贺堂的嘴角 浮现了比AK还难压的笑容 还给周九良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周九亮 自从周九良在社交平台上官宣了自己拍戏的新造型之后 德云社的师兄弟们纷纷留言 周九良仿佛变成曾经基地里的周行了 就连孟贺堂都说 要是后脑勺扣个碗 就梦回基地了 看到这一幕 网友们也纷纷期待起孟贺堂周九良的西安专场的表现 估计周九良也没有想到 替一个光头还能抄孟哥的便宜 那没有冰 下边没有冰咕嚕 我爸要上过来啊 我着急我就赶紧拿石 给我爸爸制造机会让他上来啊 拿石我给他制造冰咕嚕 我砍上砍上后边 别打一发了 别砍了就砍了 这没冰 我爸上来 比如一脑子大炮 这一脑子大炮 光亮光亮 不得不说周九良的新造型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虽然周九良改变了形象 但嗓音却一点没变 一开嗓这票钱真是值了 虽然近两年 两人的小剧场演出变少了 但在相声作品创新上不断地努力 特别是特工学院 爆竹生生 加勒比水道等作品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好评 而如今周九良的光头造型 想必关注德云社的粉丝都知道 因为参演一部古装电视剧 云雀叫天路 所以剃的光头 周九良在其中饰演范晓云这一角色 这个角色偏戏曲一些 这对周九良来说 是符合自己定位的角色 也是一次挑战 让我们一起期待周九良在剧中的精彩表现吧